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兴回心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应不成功妙地生 这是台湾人民 应不成功妙地生 音量日月最长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若有真胜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一出天下定太平 南无量寿庙祝生王产老祖 南无量寿庙祝生王产老祖 各位维新圣教一新大学 第一届到第十一届的所有贤色同修 即过夜双善知识 回顾正成功 四百年前 浩浩荡荡到台湾 我们现在在台湾居住成长的 中华民族后裔 都是跟着正成功来到台湾 两千五百多年前 徐福也浩浩荡荡荡的 带着五百同男同女到日本去见国 而正成功 在四百年前 也同样浩浩荡荡的到台湾 将中华文化智慧带到台湾来 其中有一位他的国师 法师 国师 刘国宣 大师 法师正成功的国师 带到他 也一起来到台湾 所以 正成功带到台湾来 正成功的国师刘国宣 是个正成功的国师 在台湾 在台湾 尤其中南部 他留了很多残疾密 所以 留下的残疾 没有像现在留下的残疾那么公开 我只得到残疾山仙佛寺 这首地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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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国七十八年 残疾密 因缘 因缘的关系 上天 示 给我们 残疾山 残疾山 这一块宝地的地理计 面向 九九华山 这个地理计 所以让台湾的地理计 所以让台湾的地理计 这一位国师 他在南部台南的地方 台南县 也给自己点了一个风水宝地 这个风水宝地太美了 万水朝中 但是刘国宣 他没有留给后代祖孙 他往生了之后 自己找的那一块宝地 事先写好了 就仗下去 因刘国宣大师的灵谷 和圣灵 所以他就留下这块墓地而已 那么刘国宣 他来到国宣乡 甘蔗林 那水口交汇处 他睡在石头上 中午 醒过来了 看到周围的 风水宝地 他就提了笔起来 写了 写了 到楼上华山贵尊年 华山河寺 隔森烟 左仓右裤 藏坪上 南西北岗 南西北岗会岸前 歸楼上把门 门锦固守 可惜生欢 雄霸巨 此地抛荒 代石血 留下这一首诗 留到凡间 所以 害了 地理诗们 后代地理诗 以这一首诗 要来寻找这一块宝地 究竟在哪里 都没有找到 有钱的人 他也 找地理诗 来找这一块宝地 也没有找到 没有钱的人 就自己 凭着 灵感 在九十九封 这里 一封一封的爬 也没有找到 所以形成一个谜 到了民国 七十七年 因缘聚会 我跟 大弟子 袁同弟子 和 三弟子 袁松 弟子 三位 到府里 到府里 零元三四下面 农地去找 找了好地理 但是人家不卖 所以就回来了 就待下一次 再来找最快宝地 祝福各位 我民国七十三年 家族人 医药社 搬到台中 五千五街 一百七十五号 在那边 普卦 算卦 解答 众生的疑惑 还有 在那边 加持 小朋友 开智慧 大人 的病 很莫名其妙的病 很莫名其妙的病 医师 找不到病因 我用 《易经》普卦 為 众生的病因 找到了 一面是宗教 一面是医学 所以 在五千五街 京修院 俗话说 生意兴隆 事实上就是 王产老祖 天威显灵 截下了很多 信众大斗 幾年后 前面的一條路 二十五米的路 市政府 開龍 所以 很多小朋友 一大早 也都來那邊排隊 變成交通很危險 我們 就遵照老祖說 要開始買地 要來換地方 要來換地方 所以我開始 發出這個 布告 一位張先生 他先布書 兩萬塊 貼在 經修院的牆上 剛好 剛好 有一天 一位 黃太太 她就是 頭痛 痛了好幾年 都痛不好 醫藥 醫藥也吃不好 醫藥也吃不好 她的女兒 聽到人家說 有一位張老師 在五前五街 一百七十五號 她就來 給我 家屬 用山豬香 家屬 我說你沒有病 你只有天命而已 沒有事回家 回家了一個禮拜 頭都不痛 那我 第三天 我就跟大地主和山地主 圓童圓蟲 車子開了 到埔里 聽古時候的人說 埔里這個大盆地 有一個點是皇帝帝 紅帝點 我兩個就像孝 就去埔里找 平地找 剛好在零元三四下 有一塊寶地 國籍非常的好 但是人家不賣 我們就回來了 回來 第二天 我又在樓上 老祖前面為人加持 這位黃太太 帶著一個邱老先生來 也是頭痛 痛 痛了很久 一不好 黃太太我問說你的頭怎麼樣呢 就好啦 回去我都好了 他就介紹我們三下 現在 現在 買好了土地 那個家 邱老先生的家 邱老先生也給我 加持 收經 我跟他說 你屋後 掛算起來 自咬應咬 自咬的退後一咬 還有帶破 我 廢氣很重 我說你屋後 廢氣重 我從 算掛起來 就知道你的後面 廢氣重 他說是啊 我後面 就是養豬腸 有糞坑 你回去把混坑 清除乾淨 就會好囉 剛好我牆上 提到這位張先生 她不輸兩萬塊 要買地 這位黃太太 就是我們現在大雄寶店 維新聖殿的地主 她 問我說 老師啊 你要買新的廟地是不是 我說是 你有地嗎 有 但是在國姓咧 我說國姓好 昨天我在 這個公路上 像 現在的鮮活室一看 左倉 右褲 帳坪上 左倉 左倉 右褲 帳坪 左倉 右褲帳坪上 這 帳坪就是 主穴的地方 留下來 在鮮活室這個地方 現在鮮活室的地方 這周圍 有一條路 這個大馬路 這個大馬路 這個往草屯 這個往埔里 我跟這黃太太說 我正看到一塊寶地 如果是有人的話 我們就去買 剛好黃太太說 昨天他的大伯 說他一塊地要賣 兩甲五分半 一千五百萬 我就 第二天就來看 後來讓我發現 劉國先生 所藏的殘疾 殘疾蜜 在這個地方 祝福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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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維新賢士 及各位時光散出師 尋榮點線 非常的重要 祖瘦 祖瘦 戶瘦 戶瘦 要寥寥分明 這塊寶地 我找到了這一塊寶地 我就跟他說 好我買 但是當時我身上沒有錢 回去 我就向張淑琦 弟子 借了二十萬 作為定金 我說買下這一塊寶地 這塊穴 太美了 向著 九九華山 就是我現在背後的 那個山脈 九九華山 貴尊園 花山 和氏 國神園 我跟黃老闆 黃先生 這塊地址 是黃庚旭 先生的土地 他是 他是 國性相公所的總幹事 這塊地他要賣 跟黃太太說 要賣就是昨天的事情 好 我說好我要去看 剛好七十七年的十二月底 來看喔 一口氣答應 但是我沒有錢 就像 張淑琦 地址 借了二十萬 買下這一塊地 兩夾五分地 買好了 然後 慢慢地籌錢 開始公告給過去 我幫過他們的 信眾大鬥 信眾大鬥就開始匯錢進來 剛好定約 七十八年的 八月一日 就 定下來了 定下來之後 我跟師母說 這塊地是好保地 那時候田律為 離我很近 他就 哎呀 師父啊 整個山上石頭 那麼大的石頭 你買那麼貴 我說石頭的錢 最珍貴 有龍 要有苦 才是珍寶穴 所以田律為他才 福氣咯 說原來 風水學的奧秘是怎樣 師母也跟我說 我們還在借錢 三年後 我們再來 開發 開發 這個寺廟 我說好 我們三年後 過了兩三個月 四月四號 是文殊菩薩的聖誕日 文殊菩薩 他就來了 他四月四號要開路上來 那時候我身上 該付的都付完了 三月三號 要付一千兩百五十萬 付那麼多的錢 他到處 到處募還 化園 購地善信大的同修 老祖給他的恩 他得到的福報 都回來 感恩和報恩 所以在三月三號 最後期還 我要付最後末期還 我到銀行 三月二號去看 剛好 剩了七十塊錢 我一款 就可以付完了 我就很高興了 在等 常常上來看這個山的地形 滿山都是樹 荒草一片 田立委 他也一起來了 我師父啊 這個都石頭 你要怎麼蓋 我這石頭是我最喜歡的 龍土是肉 石是骨 骨肉相連 才會有保地 所以我們就 回來開始 設計 規劃 現在 四月四號 要開路上來 第一條路 那時候我身上也沒有錢 我問 來問 一個挖土地的老闆阿琴嘛 他說 三千塊錢就可以了 就可以挖上來 連水管 就一直開一條路 開到大雄寶店的基地 我到銀行一看 帳戶一看 也只剩下 七十塊 這個錢我就 付給老闆喔 路開上來 車子就可以上來 車子就可以上來 再過幾天 腦子說 六月六號 要動土典禮 所以 時間很扁破 開始 買土荒 找土荒 剛好 一位我們的弟子 他做 服裝 生意的老闆 他來看喔 他說老師 我在國姓甘蔗林 那再挖一塊地 有土可以給你 然後就挖 挖了山 土就再來 大雄寶店那塊地 原來比較低 全部貼滿喔 很漂亮的一個寶地 所以我們的信眾大德 有空來了 看我很高興 就陸陸續續 匯款給我 一塊錢不嫌少 一百塊我不嫌多 就這樣集合起來 六月一號 開始動土典禮 禪西山鮮羅寺 地洞 蓋著鐵皮屋 為大殿 蓋起來了 祝福各位 各位 維新行事同秀 民國 民國 78年的6月6號 要動土典禮 6月1號 開始聖壇 當時有三弟子 嚴重禪師 他負責邀請 聖經法師 那時候我們還沒有 煩壁學院 就有元宗禪師 帶領 外界的佛教的聖經法師 來聖經 聖了三天 等到明天要電機 第一天聖經 風就很大 從五王岐山那裡 很強的 風 水龍捲風似的 要把這個帳瓶拆掉 我們好多同修 大家都抱著 帳瓶的腳 才穩下來 才拿了一把箱 向著北方來的風 風神 跟他對抗 對抗呢 差不多有十分鐘 終於風 停下來了 老祖開示 這個是保地 所以開始來 就很多的風水烈電 開始來 開始來考驗 是不是真的主人 要來這裡 紅華立生 所以風水烈電 全部都來 風也來 下大雨 打雷 雷聲 滿天 電繩 秀秀秀秀的 很多都集在大殿的地方 奇怪 奇怪 我那時候 我也不怕 我一直拿著一把箱 祈禱 和對抗 終於十二分鐘之後 靜下來 也沒有風 也沒有魚 也沒有鯉 也沒有鯉 也沒有電 所以法師就繼續送經了 當我站在大殿前 臨時的帳篷 臨時的帳篷 和談錢 向外 看喔 我只會感覺 劉國宣 大師 國師 他寫了一首詩 現在在我們大殿的右邊的 我磕了一個石頭肉杯在那裡 舉望華山貴尊園 華山和氏隔身園 左倉右褲 帳坪上 南溪北港會案前 虎海星辰來個孔照 八百煙花烈兩旁 十四王虎降降地 一麥無便坎未然 酒去來草去諸賢 歸手把門緊固守 可惜生歡熊霸聚 此地拋荒代食賢 我都明白了 我悟了 我合掌 向郭姓雅 劉國宣大師 內心的祈禱 你留下來的殘疾蜜 我悟了 我悟了 我破解了 唐吉山仙佛寺這個點 就是王虎降降地 只有王蟬老鼠 他的天威 能夠住在這裡 所以 所以 前面的 九區 來朝去諸賢 歸手把門緊固守 還有呢 對岸的九九峰 來朝拜 這九九峰 我就應到 王蟬老鼠 要來的時候 告訴我說 這個地方 會出九十九位高僧 所以你們要好好保護 這塊地 所以那時候 這塊地 叫什麼名字呢 老鼠 開示我 叫做殘疾山 先佛寺 就開始定名了 開始法會 我悟了 就是 這一首師 我向 國姓也鄭成功 和 劉國宣 國師 說出 這個殘疾蜜 現在 我悟了 我要好好把它建設好 接著 鄭成功 從空中傳來 話語 那這塊地 這塊保地 好好修行 好好保管 未來 是世界和平的燈塔 樹立在這裡殘疾山 所以我向國姓也說 我懂了 我悟了 我知道了 我會好好保管這一塊保地 所以劉國宣 他所開示的十二句 我也跟劉國宣 大師說 我悟了 我破解了 這個十二句詩 所以劉國宣 還有鄭成功 聖靈也很高興 告訴我 好自為之 好自為之 自主 各位 好自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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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國師劉國宣 在台灣 各地 風水保地 留下 很多的 殘疾蜜 到了現在 沒有人把他破解 這個殘疾 唯獨 殘疾山 仙佛寺 的地理記 和對岸的九九封的地理記 讓我 在這個時代 把他破解了 本人 在今年 賈春年 1月15日下午2點多 我去看 總統 阿伯總統 他送了 一本書給我 裡面寫的 上面是混人禪詩 中間是 總統國師 下面寫了 陳水扁 第幾任的總統 這個讓我 很感恩 原來我也不敢說我是國師 到了賈春年 阿伯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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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自提了 我是總統 我是總統國師 回來一直想不敢公開 現在我敢公開了 像阿伯當時 是 治國 他的心境 他不是 藍也不是完全的綠 他是走中間路線的 走兩岸和平的中間路線 我終於明白了 這上天 將大任與私人員 必先勞起精骨 苦起精致 這硬在阿伯的身上 他 清清楚楚 了了 分明了 啦 那麼今天 維金聖教 禪吉山 新佛寺 這個地裡 越練 越有味 一面講著三合大地 一面開示的是人的 五臟六腹 一面是開示 我們的思維 和做人處事 治國 治心 的上聖新華 舉望華山貴春年 華山是希望極樂世界的山 華山 華山何事 國務深淵 華山離我們 為什麼那麼遠 我們還在世間 鬥鬥爭爭 沒完沒了 到最後的結果 你所得到的是什麼 還是白骨一堆 魂 也不一定能夠登上華山呢 這一點就非常重要的 走昌 走昌幼庫 藏坪上 這個點 就是有走昌山 有幼庫山 中天這條麥 落下來了 走昌幼庫 是先佛式 所以這個地裡 走昌幼庫 帳坪落下來 走昌幼庫 走昌幼庫 藏坪上 這個是藏坪 留下來 走昌幼庫 藏坪上 也是走浮 右臂 走浮右臂 金桶玉泥 無論在空界 在人世間界 在靈魂界 都是必須要有 金桶和玉泥 來守護著 我們的聖靈 守住我們的靈魂 所以走昌幼庫 走昌幼庫 右庫就是有 吃的 左昌 右庫 左昌是昌山 右庫是金錢 所以先佛式 不是混友權來講 但是每天那麼多人 在這裡吃飯 法匯上千上萬 過年 連結 上千上萬的人 來先佛式 大災堂 免費的提供 吃 吃飽 吃得飽 所以先佛式 的教育 就是給有緣的人 來這裡要吃得飽 不要讓大家餓了 就是 所有維新賢士 同修 的慈悲啊 照片上 南西北港會案前 前面這一個南港西北港西 會在前面 會在前面 南西北港會案前 湖海星辰來廣照 湖海星辰來廣照 這個地 未來是一位姓王的 來這裡坐 所以 以前 四百年前 鄭成功 他的國師 早就看出 殘疾山仙佛寺 這一塊周圍環境的寶地 是利人利天 的大寶地 委員 所有維新賢士同修 大家要好好修行 才能夠利人利天 才能感恩 報恩 上天給我們這一塊寶地 在這裡修行 祝願台灣平安 世界真和平 祝福各位